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开这个拉斯维加斯之网 Lord of Vegas 据说也是一个独狗性质的挺经典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些是KS上面有股票上车的机会 但是我们没有买那个豪华版 因为豪华版里面送筹码 但是我们已经有铜板的筹码了 所以我们不想再要它的筹码跟它的木箱 那么这个应该是跟它正常的本体应该是一样的 很多的骰子就过来很赌场 一落牌就这么一落纸币 也是非常普通的纸币 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就不开它了 这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还是非常的薄的 就这么说完开业就没了 所以应该规则还挺简单的吧 据说我们应该就是每个人都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经营一个赌场 我们要想办法把别人的赌场给搞垮 就这么一个故事 这怎么少一块 不会是缺件吧 我在这吓我一跳 这么一个M板 背面就是这个样子 平淡无期的M板 以及第二块跟它长得基本上一样的M板 没有了 还有这两个拓卵包 我们待会打开看 这个是它的版图 这个板子背面还是刚刚那个M板背面的花纹 就拉斯维加斯叫主街 去过拉斯维加斯的应该就知道这是哪 翻过来也是一样的 但这边就是带了颜色的 这个非常的老实 应该我们就是在这边经营这个赌场 然后就想办法要把别人的赌场赌垮的意思 据说很重的这个独狗心机 除了骰子也没有什么扁配件 好我们来拉进来看 先来看就带骰子吧 还是这种包装 来 很透明的那种圆片 然后纸币 说了就不拆了 非常基础的纸 我们来看这落牌 看背面的话应该是 这是一种牌 这个感觉跟它那个一样 但是正面是空白的 然后四张小抄纸 一个player license to wager 还有一个什么house 这应该就是两张标记牌 我们来看这落牌 就是一些骰子 还有一个数字加字母 什么b2 c4 应该是建筑的坐标 然后就没有什么 这个画风也是非常的 老旧 我也是听BGB的老铁推荐的 具体好不好玩 我们还是玩了才会知道 那么这个本体面的东西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小兔闪包 哪个是新的来着 看画风的话应该这个是新的吧 不对这个是新的 因为它是他们家自己的标记 这还是之前的那个标记 为什么会印这个也是 因为好像A色还是哪里 反正把版权还他们了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印了 他们以前设计师那个版权给的 某个出版商嘛 先看这个啊 好的 印入眼帘更多的骰子 以及这个黑色的这个片片 紫色的片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多两个玩家的意思 看一眼 是的 又多两个玩家 所以这就有这个 黑色跟紫色的骰子 又是一落不用看的之前 一个小页的双开页的说明书 然后这个摁板已经全部自己掉出来了 这个可能是我摁的最快的一个摁板 像是这个街道的一个拼图的板块 那看来我们需要看的就只是 这两个颜色玩家的骰子 和这个B 黑色的骰子 紫色的骰子 以及这个 跟这边一样的这种圆片 但是是黑色跟紫色的 我就先不打开了 那么这个拖图包 我们也开发了 我们来开就是这次 真正让我们补票上车的这个拖图包 也是新的拖图包 感觉应该是规则不是很多的游戏了 希望还是那种挺欢乐的吧 毕竟是这种独狗游戏 好 多么紧 开了 它这里面就是一副牌 一个板 就一个这样的板 然后有一副这样的牌 然后有一个双开页的说明书 就没了 那看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的内容 没有什么很硬的东西 只能期待它是一个那种 一懂男精的游戏 物件少 但是规则好玩 一张格外的小超纸 加两个玩家 所以四个两个就六个玩家的小超纸 我看这个背面是不是都一样 是都是一样的 这种一摞新的牌 也就是它这个拖图包的本体 感觉是多了一些人物 可能是有这种技能吧 好的 还有就是 这是KS 补上车 还送了一个三张牌的POMO 这个可能是 这次KS唯一多的东西吧 那么现在来开开看看 好 就什么 一二三 三张牌 就是这个POMO 这样的话 拉斯维加斯之王 The Lords of Vegas 就开箱完毕了 玩完之后 我们的感想会 第一时间在咱咱们聊 我们咱咱们见 拜拜